来看一下同学问的这个题目吧 这个题目呢它说在台湾 然后台湾如何了呢 12月份某一天 骑机车去某一个地方 10点左右到校园连走 然后停车的位置的停车 就路边的土楼 然后问你说那个有停车场上面呢 有这个可以遮的盆子 盆子高两米 有甲乙丙丁四格 它到底哪一个比较舒服 不然屁股很坦 所以停哪一个最适合 看阳光哪里 它现在只剩下边边甲乙丙丁 真的只剩边边这四格 中间都被停光了 不然通常会挑中间的 就都被停了 所以来看阳光 因为阳光如何照 有关系 就把我的这张图左半边的放大 左半边的解决掉 我们再解决右边的 所以拉过来 12月份 左半边这张图您应该很熟悉吧 地表 高空 因为呢 它说在台湾 所以呢 通常以北回归线为例 夏至阳脚90度 春秋斑 阳脚66.5度 冬至43度 然后呢 把北极星画出来 跟冷座连线积走 积走画完之后呢 通常先画春秋斑的 称动升起 到66.5度 然后呢 在落下 落下的位置 正西方 所以等一个点 两个点 三个点 三个点 绕着圆圈圈跟积走垂直 那题目是冬天 所以我们只看冬天哦 所以冬天呢 等一个点 两个点 三个点 东偏蓝 升起 西偏蓝 落下 十点 好 如果说冬天 六点多天亮 十点在这里 好不好 所以十点 不是春秋 但还是怎么了 阳光头顶天蓝 还是冬天蓝的阳光 在射到人 在射到停车场 那你说下午呢 这附近好不好 因为下午他说两点 还是西偏蓝 不管怎么样 东偏蓝西偏蓝 所以我下面猜信 如果就日出日落 东偏蓝的位置升起 西偏蓝的位置落下 那如果就他所想的 早上十点 太阳公公 一样东偏蓝 下午十点 不 下午两点 一样西偏蓝 这下问题是 东偏蓝西偏蓝的光线 射 结果呢 我的四个停车格 到底哪边比较 比较温和的 光线坏化吧 所以 我这里用了两个不同的颜色 不知道你有没有条件 我把它放大 东偏蓝 红色的箭头 射射射射射射 顶射到了最直接 你说不对 这个是仪 我会看错 我还是标一下 这个是假 这个是假 这个 这个 这个是仪 这个是仪 刚刚就觉得那个仪很近 所以我看错了 钉在这里 应该没争议了 来 所以刚才早上 上午 东偏蓝 射射射 仪都被射光了 我们的钉 不 我们的仪 一样 有被射大吗 一丝 已经拿掉了 饼 给拿掉了 接下来 下午 西 天 蓝 西边 对啊 光射射射 所以呢 我们的甲 给拿掉了 啊我们的饼 继续被射 所以饼 这个位置最糟 早上到下都被射到了 哦 那个机车的屁股就会很烫 所以哪里 比较没有被射到 饼 所以你要判断它 是要判断的叫做 屁股比较不会热 啊屁股比较不会热 就是不要被阳光 直接照射到 所以题目这里有告诉你 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 避免这一段时间 太阳光光照 然后机车 哇好热 屁股很热 是这个意思 好吗 好 那我就停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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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